大庭墙上巨幅正言画像 是慈激医院最令信徒满心喜乐的风景 不过比起前一天 这道风景却少了某些点缀 24小时前 壁画下还放着一尊宇宙大绝者雕像 被PTT网友爆料 造型是按照正言手摸地球的这张照片 做出来的 引发造神之一 慈激危机处理 撤掉雕像却躲不掉正义 本来有一个宇宙大绝者 不晓得什么时候收进去 从来没有人想要说用上人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去表达 他最主要其实就是 上人他的一个建构这样的一个想法 传达一个讯息说 他要全是现代的佛陀 慈激发声明强调 雕像是瓷器公司创作 会有地球 是因为佛陀心疼苍生多苦难 不忍地球受毁伤 慈激委员也发文解释 说是正言认为传统的佛像 都胖胖的 不符合红发到处奔走的样子 才会做成瘦瘦的模样 撇清造神 就是仿他的那个 真人的那个样子去做的 有像是不是 对 有啊 像很像很像 是正言法式 是仿造那个的 模仿那个雕像做出来的 慈激坚称 宇宙大绝者造型和正言没有关系 但民众多半相信自己的眼睛 日前因为内湖开发案 护慈激-柯文哲的释昭慧 也被发现 曾在2013年1月 演出颇文 知识虽然不是正言本意 但宇宙大绝者的形象 就是信徒害怕失去正言 形塑他的样子 做出来的 释昭慧的旧文 跟慈激曾经说法有出入 宇宙大绝者到底像谁 恐怕还是 信者恒信 记得郭先生 我们正台北采访报道